第三次,原本我這一節講講佛學 但剛才我們時間未容許 我們要講講另一個題目,也很重要的 就是前中華民國的總統,麥英九 領導人 你講總統就是製造兩個中國 我們在香港避忌一下 好,好,好 給面子我們的國安大法 適時務者 遺忠傑 遺忠傑就不敢說 沒有必要惹麻煩 他回去了 這個行程本身好像是根據國民黨的歷史 製造 製造 你看到甚麼出來 我不熟悉這件事,我只是欣賞別人講 有些朋友就很氣憤 你堂堂一個所謂中華民國 你寫出來 他又不敢,好像不寫 那個幾年 另外一件事,我就要公道些說 如果有一天,北京邀請民進黨去 民進黨都可以回到 同樣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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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會 你說幾年前就會 在現在,指一時比一時 未必會 這個要保留 你說民進黨就 你對馬英九這次訪問 覺得有沒有成績 如果你說他在背景裏 他防止兩岸衝突 我覺得是有一些成績 但是問題就是 國際政治形勢變化得這麼快 會不會他一個人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我相信他都有說 是想兩岸和平的 他的目標是想做這件事 我覺得 在他角度來說 他應該有一定的成績 那些記者不懂得問他 如果中共國不和 那你怎樣 這個真是很重要的問題 譬如說有朋友 叫我們 有出了事 要跟別人談判 有些江湖上的衝突 那你想怎樣 我想與和為閉 如果我跟你去到別人不和 那怎樣 是吧 是你單方面想和 主觀而忘 對方不和那怎樣 他們應該要這樣說 好了 我們又說事實 這是另一個層面的說法 你認不認識馬英九 我不認識 我怎會認識他 是嗎 你當時做記者 沒有去台南訪問嗎 有去 但我反而是施明德 施明德 施明德 其中一個世界上最長 坐最長政治監禁 我比較深入訪問 但國民黨方面 我沒有這個渠道 我很年輕 在調景嶺做工作時 見過在公眾場所 他們每年都有搞雙十折 他在調景嶺大 有幾個明星都在調景嶺大 在商入院場合 他們那些見君節那些地方 但我當時很年輕 他亦是年輕 他又未去台灣 後來他才去了哈佛讀書 他接著做了掌經國的英文秘書 他在哈佛讀書 法律博士的 很有密水 但我們看他普通的旅程 他一輩子 是一個君子 他是有政治潔癖 中國人來說都是尊敬 他在政治上 在在位時間沒有撈勢 執入兩元前 他們沒有 對嗎 台灣反而有很多 包括陳水本 他真的沒有 這是我們尊敬的 現在去到我們看畫面 他都是很真誠的 是中國人的願望 我相信每個中國人都希望 是和平統一的 包括我們在座兩個都是 因為你兵空之危 沒有益的 但你怎樣和平統一 或者用過什麼形式去統一呢 我相信中國人應該有智慧 是很貴的 譬如你搞個中華聯邦也可以 是吧 那你不用被鬼佬在那裡 賣軍火 你要拿錢 搞到家族股幣 對嗎 你弄個中華聯邦 那麽聯合國就多一票 是吧 因為現時代 地球村 就不需要霸營的土地 霸營的生產力去加強自己 不同的 經濟上的民族 對嗎 以前就要開薑拓土 才可以生存 現在你送都頭痛 你給了阿富汗 你都暈倒了 你給了阿富汗 我給了阿富汗 我給你整個烏克蘭 你用頭痛斜 養了幾千萬人 我覺得是對嗎 譬如北朝鮮 給你南韓 你的頭痛 你想想東西德那時 統一那時花多少錢 幾兩大項目 是啊 頭痛斜了 好了 既然間 中國共產黨 既然說這麼多先進文化 制度 什麼都先進 習近平的新時代 才想這麼厲害的 這麼厲害的 與和為歸 如何中國統一 先進行第一步 和為歸 然後慢慢慢慢再說 不要讓低腦 利用你來搞矛盾 馬英九 我很年輕 當時的條件 我在邵永拆船公司 那時沒有邵永國鐵廠 在匯德峰 在那邊 是有拆船廠 邵永有拆船廠 即是那些船在那裏拆 我在那裏做技工 所有條件都矛盾了一年多 哇 他們那裏 全部清黑白滿地紅 如果你拿了文匯報入 你一定沒有命 不是開玩笑 這是真的 這是真事 吊了你陸海的坑口 那政府又不會理會 那時候 不理會 後來他做了一個邵永鋼鐵廠 就是周錫蓮和龐鼎原合作的 龐鼎原他們做的 那條件有很多規矩 以前沒有巴士進入 在九龍城城南道 有一個聖蟲的那家人 做了那些小車子 綠色的 淺藍色的小車子 進入條件裡 很危險的 單程路 電頭車要避 很容易滾到山坑 另外在沙基灣那裏 有一個渡船 渡輪 坐在太平那裏 有些信義中學 那裏是一個世外的桃園 後期開發之後 現在做了將軍澳區 有個馬油堂 那裏經過有個石礦牆 橋景嶺那裏 那裏原本很荒蕪的 荒蕪的 但是現在就不是 你看看油堂那裏多漂亮 看出海景 對 剛才你說橋景嶺是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界 香港國民黨的世界 那時是放很多軍火在地下 很多軍官在那裏蹲 每一年台灣的救總 救濟總會會支持他們 照顧飲食等 這些是歷史在銷 麥英九我們尊重的 他今時今日都希望為兩岳和平奔波 有沒有第三次國共合作呢 第三次國共合作 將這些歷史問題解決 這是中國人福氣 中華民族自己互相殘殺 但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你自己都不會贊成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所以我經常對這個問題 我兩邊都不幫忙 我們應該有智慧與和為歸 因為現在最重要 不是搞寸土必爭的時代 是不是 如果你寸土必爭 你首先問了普京 拿回那個柴土地法 那是重要的故事 但是我們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他現在很多歷史留下的痕跡 根據國際法 他透過玩幾套遊戲 在國際上 他整個台灣島的人民投票 全民公投 究竟我是給荷蘭 還是給日本 或者回歸中國 他有這個國際法的人用 不可以 因為他現在表面上 是一個國際上的主權國家 有自己的貨幣 有自己的立法 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海關 是嗎 沒錯 他是一個國際上的 法理上 是一個主權國家 即是像一個主權的獨立政府 如果你再給那幫傢伙搞事 他大條道理 就在這個仲裁之後 我們不要管了 由你自己台灣的人民決定 自己搞定 由你台灣的人民決定自己前途 做一個公投 那你又怎樣呢 所以中共覺得他都要很謹慎處理 但因為為何要謹慎呢 日本無法退 日本人有時處理問題 他都是死留一邊境 結果公開了 他跟台灣是兄弟 即是冷了上身 這個就在外田文雄的時候 現在受傷的人說了 台灣海峽的利益 是日本的利益 是的 美國和日本也有一個協防條約 所以中國說要武力解放台灣 我相信不容易 一定要打仗 但現在他將美國和日本 跟你射歪 他先搞在北朝鮮那邊 他不射這邊 這邊就搞卑劇賓仔 搞南海 因為他不在那裏搞什麼 除非你先動手 他現在都射歪了 怎樣在東海那邊 在北朝鮮那邊 乘機有人整殘 金仔也不頂 所以大家要小心 如果投資的話 因為這些可以睡醒覺便會來 是 戴上來是前年 前年、年尾 沒有人打算 每個人都不打 這個奧克蘭 突然間就是二月 即去年二月就打 因為我們看他們 美國這邊的避戰 是很積極的 避戰避得很強 差不多兩個禮拜 有單消息說 是的 你鎖一鎖 兩個禮拜就有 避戰避都很小 不過新聞不報 我們今天 剛才講的 這一節就講講佛學 是 但佛學上 我有兩個矛盾的問題 問問博士 其一就是 如果信佛的人 應不應該持戒 是 第二 為何有矛盾呢 我想問你六十年代 香港的野生活是怎樣 你說我嗎 我當然是說你 現在在任何世界上 可以公開的宗教 都有戒律 耶穌十戒 大家也知道 印度教也有戒律 伊斯蘭教也有戒律 可蘭經也有戒律 更多 猶太教也有更多戒律 猶太教也有戒律 吃甚麼也有戒律 是的 你的主法和怎樣主法 甚至沒有 你不公開的教也有戒律 就算那些地下宗教也有戒律 他要神服 他那個教主 幫會也有戒律 戒律差不多就是幫規 好了 這些請得太遠了 最簡單 講佛門的戒律 一分就兩條戒律出來 一個是在家人守 殺到網人走 好 你一歸依我佛 即是你經過儀軌 拜師父歸依佛門 歸依師之後 就要求你守五戒 通常在儀軌 一串你守五戒 殺到網人走 喝酒也不行 好 如果你是出家人 初初出家做和尚仔 你不要那麼快說 授三壇大戒 做了小三尾就守十戒 好了 這兩種戒 出家人的戒和逐家人的戒 是盡刑授要守的 即是你這輩子死了 你的戒體便會失去 第二輩子沒有了 是這輩子盡刑授要守的 這叫守戒 好了 守了戒之後 破戒 有些可以懺悔 有些不可以懺悔 逐家人便輕些 出家人便比較嚴格 出家人 以色戒為第一位 你犯了色戒 不可以懺悔 一定要出來爭屠 他又不是法律 也不會拿你去打把問站 是你自己處理 Excommunication 是嗎 好了 但如果你犯色戒 就一定要離開爭團 不可以再做和尚 要你犯色戒 那是不可以破的 好 如果你反為和尚 殺了人 還可以懺悔 因為你犯色戒 在很多情況之下 你是刻意去殺 例如你殺個動物 也是犯色戒 動物和人分為輕重 你殺動物 殺價較輕 你殺人便較重 法律也不容許你 好 如果你原本想殺個老虎 放在陷阱 把老虎放在陷阱上 但很不幸 人走過 跌落你放在陷阱上 那裡又不太重 因為你的動機 對象不是人 我動機擺了陷阱 就是殺個老虎 你不幸 掉下來 就形成了一個大殺戒的罪 因為這個 你看到歷狀 很微細 三年兩 都說不完 但我們為何要首戒 釋迦牟尼在世的時間 沒有戒 沒有 因為那時候人的質素很高 自己有自律行為 那就不用戒了 到後期 那些弟子 無端端又惹了事 有個弟子又喝了酒 喝了酒之後 堵塞了常性 又強姦婦女 又偷了東西 唯有立戒 設這個戒律 他有前因後果 這個就叫凡是佛弟子 多數都要守誤戒 好了 但在某種環境之下 我歸於佛門 我不守誤戒 但我遲五戒 自己盡量遲 即使我有過失時間 我便沒有破戒的罪 那遲戒和守戒 兩種不同的概念 我遲戒 但如果你遲到 跟你守戒的功效一樣 你明白嗎 你遲不到的話 你就多了破戒的罪過 好了 好了 這種就是逐家人 出家人的普通的進行授戒 是你一世人 你有生命的時間 你要守的 另外一種 那些人 身生世世都跟著你的界看 就是那些菩薩界 譬如說 有時出街人 你聽過 看這些書 開三壇大界 那時候他存在大菩薩界 你正式做正和尚 不是小三眉 男性守二百多個界 和尚 師姑守三百多個界 很微細的有個界看 然後他再加一旁 就是出家的菩薩界 有在家的菩薩界 出家和尚 守菩薩界 你的心想也會犯戒 嘩 有些邪念已經裸介 是的 你要懺悔 好 那它的分別在哪裏呢 但在我們的密布 還有一個菩提心界 這個是最難的 菩提心界 即是你任何的時間 你都不可以捨棄生命 你都要幫它 你眼見到生命 有痛苦、有困難 你都要幫它 這個菩提心界 但菩提心界 有分很多層面 有願的菩提心 我做好事 希望 我的願望 最基本 每個人都不想做壞事 但是是個願望 跟著你的願望之後 你要行菩提心 你要採取行動 採取行動 你不會 你的能力 你的背景 你的個性 你的性格 你不會天天念念之間 都會想做好事 菩提心 心境停在這裏 這個難的 你做過這個行動 不停地這樣做 做到你純熟 那就是行菩提心 到你做到滾瓜爛熟 有什麼福報的時間 你那個就是住菩提心 就是停頓在這裏 任何時刻 你都沒有惡念 你想到的事情 都是清淨正念 都未是究竟 最難做到的就是究竟菩提心 那個就是究竟 那個層次很高 不是普通人做到的 講就容易 好了 有什麼分別呢 舉一個例 大家可以明白 如果我持菩薩戒 犯了戒 就算你破了戒 我逐家人 我有菩薩戒在身上 即是我將一塊很完整的金 飾物來的 突然間有一天 打爛了 碎開了 它永遠都是金 你在你的生死聯會 投胎之後 某一天落完地獄上回來之後 因為你有菩提心界的力 它可以再遇到時空的機緣 你又可以變回金色 因為你有菩薩界的種子 你明白嗎 即是你當失路而已 打幾個關斗 落了地獄 搞來搞去 因為有人問過我的 郭先生你犯多戒 又走到周圍巡 落地獄 我不落地獄 怎可以 地藏菩薩經說明 不落地獄 就是世不成佛 我因為在地獄門前 真道多 最多和尚道士在地獄 所以我就內疚 這群人家賊 所以我不內疚 怎可以 吹到你嘴巴聲 知道嗎 好了 分別哪裡呢 就說你的菩薩大界 有這個金的本色 是永遠的來勢都跟著你的 這種力 如果你拿到戒力的話 當然在明朝之後 已經沒有正式的人 傳到一個戒體給你的 他本身傳戒給你都不清淨 他何來有那個戒極力呢 好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福分 求到大菩薩戒在身的話 你生生世世 無論你怎樣打滾 有之一 你都會變回珍貴的金色 分別哪裡 一般人不知道 我做好事一千元 你又做一千元 還有做一件好事 捐去東牙三圈 大家都去東牙三圈 這個就是最大分別 因為你有菩薩戒在身 我沒有受戒 我做過一千元的力 就只會得一千元的反射力 但因為你有菩薩戒在身的力 你那千元的力 會不停滾動 不同的 因為你有個願望的力 在這裡 所以分別這裡很大 那好吧 與我們的個人觀感 就說 就算你不相信宗教不相信 你守社會的法律 都是戒律來的 它是律來的 所以做人最基本 就不要再跟法律作對 你在這個社會生存 最吃虧是跟法律作對的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普通人 你都要守法 守法其實就是戒律 很多貪心痴 貪心 名利 是不是 動氣 無名火 你又喜歡說謊 喜歡吹嘴 又不誠實 我們用普通的格律 就防止你不守守則 你會深淵義馬 這樣你就很難修行 你的心不定 你被世俗這麼煙污 你就扯你下去 所以耶穌教也有十戒 十戒就要保護他的信徒 在精神上、心靈上安穩 即是你不犯法 你就能睡得安樂 你不做對人不住的事 你就能睡得安樂 所以他有個戒律 來約束你 全部是善意的 我們贊成些人 自己都要守社會道德的規律 何況是你教徒 我有時我持得挺穩的 特別我持過殺戒 但為何我們持殺戒 我可以開呢 這個深奧 所以大家看到人 開殺戒 不要亂猜 我一個師叔 他是很有名望 持戒是很嚴格的 但有時他十幾個弟子 一跟他出去 在南亞混流四海 他有一天叫個徒弟 那裏有隻羊 黑色那隻 你跟他抓他來 他見到羊群 他就跟他抓來 抓來 他立即找地方洗乾淨 我們把他劏了 立即 那些徒弟 嘩 師父 經常叫他們 不要殺身 不要性 心 沒有人敢問 個個都落落不歡 平時都要嚴格 為何他弄個羊出來 殺了一隻羊 搞到通地血 始終頂不上 就問我師叔 他就告訴你 這隻羊在他前幾世是救過他的 他今次撞到 見到他做了羊 他就立即 就要殺他時間 立即做法 讓他那個神色走出來 立即超渡 就不用繼續做到速度 做羊 做生 所以你們普通人 看到有些大修行人的行為 就不要亂去顧 因為你還未到那個陳詞 這個真是比較深的學問 他是要有那個功夫 師讀 宣度 等於我的師公 就是遠遠回到西康 一臨到他在西康邊境過夜那一晚 他又用功修行 突然間定中 三千多年前 我殺他在婆羅門 做了共產黨 就在那個十幾公里 遠遠在那裡扎刑 沒有了 走回頭找他 被他殺死了自己 自己去的 他先去划判債 因為那些人 他都一百年多 他說 我划判債 因為他們 將那個 惡果來到的報應 那個惡果 就當作一把掃把 你拿了債 就給我清理了 在我生命那支樓 即是收到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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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早還了錢 所以他們看過去現在未來 跟我們繁複看過去現在未來 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所以有時 有些人來到天后 找我問證 我的學生問我 為何你不出秀醫他 我不能治療 如果我再 他再痛苦一點就好 讓他那盤掃清了 要不然他把這個卡馬拖到下一世 更麻煩 因為那些貴理數要還 因為整個佛學 因果是不會消失的 四乘體之一 凡事一定有因有果 但他不會消失 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你正式的修行人 不可以留意干擾世界 不可以留意干擾世界 不是說是八卦干擾 所以你看到 譬如說 這是他的命物 每個人都有軌跡 梁錦翔地上 查博士行走 有軌跡 你不要干擾 真的不要干擾 習近平有軌跡 即事情要到便到 他有軌跡 你不知道他的軌跡運作 除非你有緣分 碰到你的手 他開聲問你 你便可以有責任提示 如果他不開聲問你便不要八卦 是 這是比較深奧的因果學問 因為整個佛學 在十二因緣是很深奧的 特別在因緣果報 是很大的學問 非常深奧 整個佛學最深奧的就是因緣法 有少許時間 你可否講講往事 有少許往事 世間很古怪 有一件事是很神奇的 那時很多人回到中國 很喜歡牙位拍照 欠位坐 但中國有一個問題便很古怪 你不知道你入了會客室時 哪個官員大小 就算你預算分官也是 他以前沒有說一碗、兩碗、一碗 沒有的 民間時便分兩句 一個兩個袋、一個四個袋 四個袋是排長以上的 但那個可能是將軍 你不知道的 最難分的 好 好了 你在國內 我們有時做工作 又不喜歡招搖過市 你看到那些派頭 就不是你們外面人會這樣想 他的設計 例如最近有件事 大家都記憶猶生 早幾個星期 習近平走過 我們特首 他手指指 李家超特首 記得嗎 記得 記得 有甚麼作用 有甚麼作用 想不到 他們現在玩的那套是清朝的遊戲 現在在中國的官場 有個鋼握手 有個鋼握手 鋼握手 是嗎 是嗎 現在有個手指指 是嗎 是嗎 對嗎 他那套遊戲 就是清朝留下來 在中南海 因為當日李鮮煉 怎樣 江澤民上去做書記的時候 就告訴江澤民 世界最深的海 就是中南海 心不可測 就是他在玩慈禧太后那套東西 所以 林鄭月娥也會踩屎 林鄭月娥不會自己想過 送中條例出來 可以告訴你 弄完一大爛餐 就有人站在英國良敦大使 說我們沒有去做 是嗎 是嗎 現在整個中國的文化 就叫做斷鏈鼓的文化 那為何會燒到我呢 我出場 我第一次在中國出場 他是有編排的 即是說你坐哪個位 電視機對著哪個 那你的人就去鼓了 今天原來我是梁錦祥台長的首席人客 如果你下面那些馬仔不肯識鼓 就大乱和 知道嗎 為何後期我知道 郭先生 我們不可以不給面子 某某個畫面出來 即是說 是甚麼身份 每個人都會做 如果你不懂得做 就大乱和 他不會公安庭人說 台長的公安庭人說 查博士是我自己人 不會這樣說 那你怎樣去猜 你便要這樣猜 你說是否很辛苦 做管理在國內 是啊 大哥 你經常都不知道你怎樣 猜錯你又有甚麼 說錯你又有甚麼 當時你看到鄧小平出來 每個美國佬 全世界的人都看著電視機 誰跟得鄧小平近一點 前一點、後一點、貼一點 都有數計 誰突然出現 即是說他的政治行情光了 這期最紅是李強 是吧 真是猜的 所以你面對古文化 你現在超人要猜 為何一個人不只指我呢 古人到現在他都不明白 實際他是一個畫面 告訴別人 我有劉森這個人 你不要讓他動他 即是告訴柴子 你明白嗎 不要在外面刺背 不要說放箭 是吧 我記得這個人 你不用在我面前打針 其實習先生就這樣容易 是善意來的 他會無端端端走 我會指你 無端指別人 這個就是中國的中南海文化 這個是事實來的 等於我們在台灣那時 見過那些幫會 聊天 一群人坐在那裡 這個介紹 這個梁大哥 這個漢大哥 這個A大哥 不過每個人都說 大哥你好 那樣大哥 突然間 一人出來 謬不驚人 坐下來 跟我去買包煙 他問大哥原來幫人買煙 你是不是暈倒在那裡 你都知道如何收場 你自己尷尬到 好 是不是很難頂呢 你都知道如何收場 好 那就講一些香港 以前你不記得北京 有很多日式夜總會 有印象嗎 有 有 人坐 太子 藍爵 月世戒 記得 我沒進去 你經過有 我都不是那個年紀 是嗎 70年代 我不是那個年紀 我那時候 我的花名叫北京杜拿督 是壞名 就是漫漫仔的蒲 為什麼 我是閹沾的 有時候美女 就被有錢人包領了 出街 我說找不到 又要走第二間旅 坐一間旅行幾間 走來走去 扔了 沒有就看著走去 走來走去 那時候我開了一輛 1971年做的 鋪跑 那時候坐鋪跑很厲害 鋪跑車 我的車是跟陳家宣賣的 即是以前做電視台那個 是的 跟陳家宣賣的 跟他養的 白色的鋪跑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很古怪 有一個L軍 很聞名的 上市公司 做仿職的 給我看 和我爭女 哈哈 哈哈 我想到他就串 即是說 原本那些小姐 賣多少個鐘 為二千元左右 出街 她一賣就賣雙倍 那我當然輸給你 那些老闆經理 就賣著她 你有錢 行了 我留下了那女兒 是等你的 她早就打電話 包小了 那我去找一個A小姐 不行 我們L8 留下了 那女兒跟我說 她又被L軍下去坐 但禮貌上 她的媽媽 可以叫我小姐 和我打電話 打電話 多謝她捧場 便要回到她 那便由她回到她 我覺得 行了 你懂得做 後來 後來 很尷尬 她便跟L軍出街 燒東西 燒完東西 便送一條女兒回家 我們 阿年伯 送完她 她便試過幾次了 她那次便心血來潮 便故意拼在一邊 等了幾個字 那女兒真的出來坐的士 出來便跟我燒東西 下場 她的火都來 那別人工作以外的時間 也有自主權 有些男人都很難頂 她又說她喜歡她 又說多謝她 關照她 你現在又不肯是 你說病又說頭髮生 要我送你回家 不要轉頭出來 約了這個姓郭 好了 她便不跟你上來 和我吵她 她瘋了 後來那女兒便告訴我 回家 那女兒也算囂張 即是 甚麼聲音 我賺錢當然要賺你 但我賺娛樂便要賺她 不賺你了 你便激得我吐了 那件事很可笑 那件事很可笑 那時我在北京做的江湖 這真是花水 即是你做男人 你受不了 她說如果要賺錢便要賺你 但我賺娛樂便要賺她 她很坦白 是呀 她這條村的女兒 笑死你了 有甚麼新聞 好 那你結帳後都很長 下次回來講講 你台床那幾包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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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